co.nk 你看那個車子 瘋來了 大家好 歡迎來到老婆大人的頻道 我是老婆 終於來到了秋天 秋天就是一個車伯的好季節 所以今天呢 我跟大人來到了這裡 大人 我們為什麼要來這裡? 因為今天沒有業配 所以我們找一個很便宜的地方 你看喔 我們停在一個古厝的前面 這邊有很多的雨棚區 有非常多的大哥大姐 我看到他們真的覺得 對 車伯就是要這麼愜意 還有一點 如果你喜歡釣魚 對 因為這邊有一個魚池 老闆說你只要有來這邊錄影 它也不限時間啦 那裡面的魚呢 就是讓你比較好玩的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興趣的話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重點是便宜啊 等一下 你怎麼說起來呢? 下裝備啊 好啦好啦好啦 反正模業配的慶善 喔 帥喔 簡單搭設完畢 喔 先簡單單 哇 你看 我們這一次 簡單車伯 不要有太多東西 一個桌子就好 我們先來走一走好了 先稍微看一下 這個地方到底有什麼東西 喔 牙齒的聲音 好大聲喔 這樣就變 在下水 在下水 你看 好可愛 成群結隊 這個秋冬進捕 江母鴨 喔 你看 這個四號選手 現在游得很快 有沒有看到 喔 水波紋這樣 哇喔 這樣你就走欸 爸爸 哇 有時候 同樣是入營區 三下一千塊 我們這樣子好像250 不用三下 隔壁而已 對 隔壁一千塊 我們今天沒有業配 所以 省一點 不要花太多錢 省一下 OK 好 看一下 你看 這邊的蚊子很高喔 小黑蚊 要出來玩就是這樣喔 防蚊大作戰 看什麼時候可以免疫 哈哈哈哈 認真的眼神 認真的眼神 多遠一點 喔 老闆說 他這邊的魚不吃鹿鴨 所以我們在丟辛酸的 丟了頭隔一間 丟那個啦 肉都在剝掉了 你們看 男人是不是有了新歡 就忘了舊愛 居然把老婆丟在這裡 也好 我喜歡安安靜靜一個人 和藥腐瓜 小朋友 我們一起去 拉著 穿elyn靜靜靜 的 老闆 在唯一 有 一 admissions 聽你 嗱 嗱 嗱 我發現這邊唯一的缺點就是小黑紋很多 有沒有看到 我的手都被咬腫了 全部都腫了 你看 今天不算在拜拜 你看 這裡插一支了 這是提供樓 這是提供樓 放在櫃子上 五白狗 這外面是五六將軍 這兩位大哥 今年貴更 我六七 我七十六 我三十六年四五 哇 所以你們玩車速 我就玩五年了 五年嘛 那大哥玩幾年了 我二十幾歲的馬上就對了 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就玩到現在 我今年 不告訴你 哈哈哈哈 秘密秘密不告訴你 你看 所以說 玩車速要擠少 你看 也不用花什麼錢 像我們一定要假鬼假拐 不用花什麼七百萬來比裝備 人家這樣子就舒舒服服了 這樣子 然後不用一定要等到退休 才想要出門玩 如果我們二十年後 搞不好就 嗯 我們二十年後搞不好 現在都離婚了 對啊 哈哈哈哈 以後的頻道 現在是老婆大人啦 以後就要變老婆K 這個大人與世姨的頻道 歡迎訂閱 哈哈哈哈 泡個泡麵 美味的代表 你把這個鍋蓋打開 打開 對 我們不是有布丁嗎 對啊 你把那個布丁拿來 把它倒進去 加布丁 行耶啦 我不會騙你啦 人間美味 真的假的 三分鐘之後就好 3 2 1 есте 脾氣 3 2 1 2 1 2 1 5 3 5 3 5 2 4 2 5 2 5 3 6 5 嗯!好吃! 現在快可以出國了 如果我們可以出國的時候 你覺得露營的熱潮會退掉嗎? 我覺得不會 不好嗎? 就覺得不會啊 啊不然你覺得咧? 我跟你講 說會退的 基本上都不是會露營的 喔!對!有道理喔! 你出國人其實也是可以露營啊 露營的也是可以出國啊 對! 但是說真的 你唯獨只有露營 它可以在逢年過節的時候 唱歌、喝酒、聊天幹嘛 親朋好友聚在一起 但是你出國就比較不行啦 你可能做個人的旅遊 所以兩個都是不違和的 因為它其實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唉唷! 口袋生什麼都不是重點 我們今天剛好有講到解封之後 你還會想露營嗎? 除了這個以外 哪有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遇到很多的 這些 他們很多都是還沒退休的時候 其實就出來玩 對啊! 有的時候很多人就會說 等我在怎麼樣之後 反正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要等到退休以後 唉唷! 唉唷! 好近喔 唉唷! 我不想剪掉 我跟你講 退休這件事情 現在我們國民退休的年紀 大概只在66歲左右 66 對!可是你要想喔 我們國人的平均壽命 大概只在78歲 12年 對!這中間12年 等你真的退休的時候 然後你的後面的往後 當然你可能有機會可以活久一點 但是誰會知道 誰會知道 可是你看 合適嗎? 你都要等他退休 可能等到你70歲 你搞不好車子也不敢開了 喔!對!很多都市阿伯 70歲都不敢開車廚 對!所以一句話就鼓勵他啦 就是說 你活得了那麼久嗎? 你這個哪就鼓勵啊 好啦!沒有!反正就是有個額發啦 反正就是鼓勵他啦 鼓勵誰? 我們是在這裡 鼓勵我們面前的觀眾朋友 對不對!想出來玩 隨時隨地都可以出來玩 不用等到一定要退休之後 出來過不一樣的生活 好!洗澡啦 謝謝大家 洗澡 洗澡 好!來!打開! 喔! 喔! 嗆起來 我跟你講早餐喔 去買那個便利商店的這種吐司 真的 會比你直接去買吐司 然後再加巧克力花生醬 還來得便宜 對! 而且這種用炸的 超好吃的 真的假的 你有吃過嗎? 那個炸起來那個外面酥酥的 然後裡面咬下去那個汁這樣 砰!怎麼爆出來 爆漿真的 今天就是走一個最簡單 然後很方便 輕鬆很省錢的路線 有沒有! 汁 我們現在呢 在這個咖啡廳 是在我們車伯點旁邊的一個很有名的莊園裡面 剛剛我們一路走來有很多的美景 重點是這邊居然很多露營車耶 我看了第一層露營車不夠 居然還有第二層 第三層 天啊!現在露營車也太行了 所以露營車會最流行嗎? 我覺得一定不會 這邊就是莊園的至高點 它每一區其實都用很乾淨 有露營區的 然後也有用餐區的 它沒有露營啦 就是露營車 住宿的露營車 住宿區 對!超多層 我看這假日應該爆滿 然後你看三軟堆疊 下面這些的吸水 給出啊! 廢話! 就是你也可以付門票進來 喝個東西就好 一整個下午坐在這邊 舒舒服服的也不錯啦 這種車泊方式 就是你像是出來旅遊一樣 是你找了一個地方睡覺 那你每到一個地方 就會有每一種新的發現 嗯! 就是這種車泊感 我跟你講 你就車載了 什麼好看呢? 我現在也是有在錄啊 總而言之呢 不管你是想要出國 還是想要露營 或是想要車泊 都沒關係 有機會 就是出來走一走 看看風景 為你自己的人生 留下一點美好的回憶 希望這支影片呢 對你有小小的幫助 好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留言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支影片見 掰掰 是一些人的鈴鐺 跟我說要看 是這麼多的 我們下支影片 也可以分享